请坐 谢谢张神医 这位公公 今儿个 要不是志同带你来啊 恐怕你连这个门口都进不来 是是 不为别的 老夫 已经悬乎挂剑 再不为姓黎之事 今儿个 志同跟老夫道出原委 可以说是声泪俱下 老夫也为之动容 虽说是一段旧情 可情感之身实属难得 故而老夫决定要帮助失职 公公 问这患者是一位女眷 如果我要回避他人 还请公公 把女眷的病情讲中 张神医 病情具意写情 请您过目 好 还分不住 师太 张神医 您看这病 公公 这个病 老夫 看不了 这 请公公回去转禀这位患病的女眷 此病不在她身上 而在另外一个人身上 另一个人身上 对 老夫不才 对药性药理也算略知一耳 此重病情 发生在南极患者 为什么公公您 要报出是女眷呢 我看 其中一定有诈 回张神医 在下该死 请您恕罪 我实在是难以启齿啊 在下的主子下身得了一种病 他实在是不好意思前来见您 故而派在下到您这儿来寻医问药 方才 我公子不肯替我引荐 于是情急之下 我才想起 说是女眷有病 还望张神医 无论如何替我们主子治好这个病 治好治不好 弄不好 都得掉脑袋 张神医 您的意思是 公公 您啊 您是心知肚明 您明白 您在这儿给我装傻充愣 不错 老夫是给前朝的乾隆爷 诊查过此病 我也给皇上答应过 医好的皇上您的病 从此退出衣林 远走他乡 永不为医 这才 免去一死啊 如今 您又拿着只有在皇宫 才有的皇册子 来跟老夫秉明病情 这说明 有病的那个人 不用我再说了吧 张神医 张神医 请您恕罪 看来真是什么也瞒不过您 既然今天都说到这份上了 我就放开胆 实话跟您实说吧 得病的 就是当今的圣伤 咸丰皇帝 万岁爷染上此病 已经有好几年了 但是近一年来特别的严重 不瞒您说 两年前 在下就已经辩访京城 找您的足迹 还去了趟您的老家 河南南阳 可是都没有找到 近来万岁爷 私自心切 对您张神医 更是望眼欲穿 在下 恳求您一定出山 帮万岁爷诊好此病 以保大清江山社稷 皇级永固 皇脉得传 在下安德新 替当今圣上 给您老磕头了 没用了 没用了 这个病根本就吃不了 我可以告诉你 你就是找遍了 全国的名医名要 也难解圣上之息 郑善业 如您所说 前朝的乾隆爷 您都能给诊好 那当今皇上的病 为何就诊不好呢 看起来公公有所不知 此病非彼病 前朝圣上之病 老夫能治 当今皇上的病 要比前朝圣上的病 严重得多 如您所言 恐怕战固的光景 不短了 是 可在下听说 有人能诊此病 有的大夫他就 绝无此事 这个只有两种可能 第一 欺识刀鸣 第二 骗取钱财 没有第三种可能 那就 丝毫没有希望了 时间不早了 叔老夫要休息了 快 张神医 张 张神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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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同意跟男人治病 张神医说 他不懂妇科之病 不能随便地开放下药 更不愿意草菅人命 看来是没什么希望喽 在下 随张爷也学医多年 也深知他的脾气和本性 他既已对我宣称 不再为人治病 想要说服他的确是点难事 不过我相信 张爷一定是推辞 他不可能不懂妇科之病 家父在江南行医 特别就是妇科之病 而且 就是得益于张爷的闭门争船 才成为江南民意的 此次 张爷既然回绝了此事 我看他既已出口 便不再更改 可我回去怎么交代 蓝贵人要知道是这个结果 他肯定是痛不欲生 算了 听天由命 公子 告辞 公公 公公 公子 何事 毕人有一事相求 请说 还请公公 把这封信带进园中 交给蓝儿 这宫里头有规矩 私自往里头带条 一经查出那可就是死罪 不过 这次 公子能帮咱家这么大的忙 在下也只好从命 要不这么着 条不带 传个话行吗 既然公公 能受蓝儿之托 在下相信一定是至亲至尽之人 的确如此 但说无妨 但愿人长久 下边那句您甭说 我清楚 我发现什么事 我看什么事 我可以带你的 你带你 我 courage 我来 我回一个 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二位好汉 有何指教 没什么指教 有人出现要你的脑袋 哦 在下倒是有仇家 但是都在宫中园内 我到今天也不知道 我在这园子外头有什么仇家 二位能不能报上尊姓大名 告诉咱家是谁出钱要我的性命啊 少说废话 老 上 走 呢 不是 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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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跟你说点事 美儿 你还记得半年前咱俩进园子里看你姐姐 那天她想跟额娘说点事非让你出去 你还挺生气的 我当然记得了 那天我本来想跟她好好聊聊的 她非把我撵出去 额娘 你们到底说了些什么呀 你们到底说了些什么呀 你姐姐说她进了宫就成了皇上的奴才 少说三五年多则七八年 她是怕耽误了志同的终身的 俗话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 你姐的意思啊就是让我劝劝你 让你代替她嫁给志同 我娘 你又说这事 孟子她可是我姐夫 那都是老皇帝 谁知道老天有眼 你姐被封为贵人 她和志同的那段情谊 就像断了线的风筝 随她去了 记住了啊 以后再也不能提这个事 也不能跟任何人说 你姐和志同是轻为竹马的一对 知道了 现在看起来你姐出宫是不可能的 咱们只能每天祈祷菩萨保佑 让你姐早日为皇上 剩下个一男伴女的 美儿 如果你愿意 额娘就做主 把你许配公子 怎么 你不喜欢志同 喜欢 可 这算怎么个喜欢法啊 那要不 要不你再好好想想 额娘 公子一家对我们有 这我早就知道 其实 我打心眼里就一时感激她 敬佩她 尤其姐姐成了皇上的人 再也不可能出宫 跟公子重续前缘 您刚才说的话 如果真是额娘跟姐姐的意思 那美儿遵命 美儿愿带姐姐嫁给公子 真的 可是 我这儿答应了 公子那边 你也知道 要让她很快接受我 这也不太可能啊 不过额娘 梅儿相信 苍天不负有心人 只要有心 就没有办不成的事 我相信 公子 她迟早会把 对姐姐的深情后意 给梅儿的 这样的话 就算姐姐不能跟公子并肩连理 梅儿待嫁 也算是成就了好事一双了 是啊 奴才 来 叩见咱主持 梅儿 梅儿有急事 万岁刚刚睡下 快说 是不是找张神医了 正是 真的 真是天大的喜讯哪 我昨晚上还在祷告 没想到这么快就有消息了 张神医怎么说呀 你快说 张神医说 这病没治 你再说一遍 回蓝柱子话 张神医亲口对奴才讲的 说万岁爷这病 并非是前朝乾隆爷的病 病情比乾隆爷严重不说 而且染病多年 耽误了 所以这病没治 会不会是 会不会是你找错人了 他根本就不是张神医 或者 有人借着张神医之名 在骗你呢 那蓝柱子话 奴才问过任公子 奴才 还在张神医家 亲眼看到了那块 由乾隆爷御笔提写的 神医二字的匾额 不会有错 奴才 刚刚拿出了那个 写有万岁爷病情的小册子 他一眼就认出 这是宫中之物 而且马上断定 得病的一定是万岁爷 那哪 此人 的确是四十年前 明造京城的神医长 真的 一点办法也没有了 回蓝柱子话 你再去访 再去访明医 启禀蓝柱子 张神医说了 世间 没有人再能医此病 如果有 除了七世道明 就是骗人钱财 难道 是天 要灭武皇 是天 要灭我蓝二 病蓝柱子 现在夜已深了 奴才与蓝柱子见面 尤为宫中尽力 奴才不便久留 告退 冰蓝柱子 临分手的时候 柳公子 让我给您传句话 她是不是 跟梅儿已经成婚 那是什么话 但愿人长久 千里共缠绢 奴才告退 等一下 奴才在 你陪 你陪我到园子里 走走吧 这 灭蓝柱子话 这恐怕 尤为宫中尽力 夜深之后 园子里的宾妃 不能随便走动 都这种时候了 还有什么尽力不尽力的 眼看着 大势已去呀 我在这园子里住了这么长时间了 还真没好好地转转 现在就快走了 趁着春暖花开的 我也去好好地看看 这园中之园 临走了 算是给自己留点念心吧 那要不要奴才去叫几个 不用了 有你陪着我就成了 这天还真有点倒春寒 我去交件衣裳 你等着我 着 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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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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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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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茜 杨茜茜茜 我不甘心了 死也不会甘心了 难道莱儿就这么废了 我还不到十九岁 难道从此 就要被打入冷宫 永世不得翻身 像伊飞宫那些 前朝的伊飞们一样 终此一生 不 莱儿就是死也不会甘 只有最后一搏了 如不能成功 莱儿情愿赴死 相信我刚进园子那会儿 就是在海眼堂当差 是 所以今儿 想到这儿来看看 那会儿 多亏了瑞英姑姑 我还真挺想她的 这大水法一旦没了水 好像也就没了辉煌劲 看上去 怎么也孤零零的呀 安公公 怒她在 我想起来有一回 我跟瑞英姑姑聊起来 好像是说 先帝曾经把她赏给你对神的 后来是因为有诬陷的事 才就又没提起来 回蓝州的话 确有此事 那事情过去了 你怎么 我是说 我知道对神 就是可以吃在一起住在一起 至少在冬天的时候 还有个女人给你呜呜被窝 不是挺好的 回蓝州的话 是奴才不想耽误了瑞英啊 为什么 能给我说说看吗 回蓝州的话 当年瑞英就是个宫女 按例最多七年就可以放出园子 一旦和奴才对了时 她就永远也出不去 奴才一直希望 她能够早点出园子 找个好人家相夫教子 可是没想到后来竟然出了 没想到 这静氏房里面 糊里糊涂的 竟然有了瑞英的名字 现在想想 是不是有点好心做坏事啊 悔之晚矣啊 真是 这世上 没有后悔药啊 早知如此 何必当初 既然下了决心 就只有走到底了 乱桌子说得是 不过是一墙之隔呀 这园里园外的 这园里园外的 就像是两个世界了 来 乱桌子 您留神这道儿还不好走 没事我看得清 对 再不好走 不是也得走吗 就跟着人活在世上似的 你要是看得清脚底下的路 就能走得顺顺当当的 要是看不清啊 也只能是功亏愉快 好事难成 安公监 奴才在 这墙怎么像是修补过呀 我想起来了 刚进园子那会儿 我就遇见了 林美和岳城走影的事 是不是园子里面走影 就是从这儿走啊 灰兰主的话 这都是前朝的事 这园子太大 规矩也不如公里那么多 那么严 一些名分低下的那些女主子 与外边的男人 私通的事也时有发生 一开始 就是在这墙上开个洞 后来呢 花样也越来越多 有的是从水面下的 暗沟游进园子 有的呢 就买通了园子里的太监 藏在那个运梅运菜的大车里进了园子 有的 索性干脆就化妆成太监 混进园子 干那些见不得人的勾搭 所以园子里管这种事 就叫走影 安公公 奴才在 其实在外面遇见什么事了吧 这个 是吗 回蓝主的话 奴才今天在回园子的路上 遭人暗算 险些丧的性命 是什么人干的 跑不了是刘府 只是奴才没有想到 他刚刚官府原职 就这么急着报复 毕竟 奴才也是万岁爷身边的人 看着这么做 显然是不把万岁爷放在眼里 俗话说得好 打狗还得看主人 现在主人不值钱了 那狗的命 就更什么都不值 因此蓝主子 奴才以为 在此危难时刻 要么于死往破 要么坐以待病 这话 正合我意 奴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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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在不行 实在不行 实在不行怎么样 回来主子 有句话 奴才在今天回来的路上 就已经想好了 只是怕 怕说出来 说 主子 现在唯一的办法 就是走眼 走眼 走眼 奴才 只有这种办法 才能让您怀上孩子 才能救得了您和万岁爷 奴才 奴才明知是死罪 可是为了您和万岁爷 为了大清的江山 奴才 奴才 奴才只能斗胆 说出这个主意 蓝主子 下决心吧 这是您最后的机会 蓝主子 蓝主子 您就答应 奴才求您答应吧 求您了 七百 扯 我 继续说 回来 主子皇 奴才已经想好了 再过几天 就是太佛爷为先皇做法事的日子 刘父他们一定会回宫里去张狂 只要他们不再远走 奴才就能安排此事 往下说 奴才在您家中见过六公子 如果奴才没猜错的话 六公子定是蓝主子入园之前的未婚家序 这么长时间呢 公子 对蓝主子仍然是一往情深 奴才也看得出来 蓝主子现在身为贵人 可是对公子仍旧是情思未断 奴才已经想好了 安排 夫人和二小姐进园子会亲 会亲是假 实则 是将六公子带入园中 一旦事成之后 我们必将反败为胜 是吗 一旦您有了身孕 奴才以为 最好还是将公子立即除掉 否则 一旦事情败露 不光六公子会人头落地 就连蓝贵人您 也会被满门抄着 因此 到时候 还请主子忍痛劫爱 将此事永远地拦在肚子里 你都已经想好了 不仅想好了该怎么办 连最后的结果 都想到这么周到 既然如此 就照你说的办法 不过有一条你要记住 无论在什么时候 什么情况下 都不能伤害柳公子 如果说 是拿柳公子的性命 来换取我日后的 发达的话 我宁可被打入冷宫 这个 你听明白了 怒才明白 请蓝柱子放心 吓死我了 刚才是你说话的吧 是 你说什么 没做了安德心 还让他回了园子了 的确如此 这事奴才给办砸了 奴才听大总管处置 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我当时怎么跟你们说的 要做就得做得漂亮 做得干净 这倒好 没碰上人家好毛 让一大货人 又跑回园子里去了 你们派去杀他的那个人 是死了还是活着呢 这安德心是不是已经知道 园子里头 有人花钱要摆他的命 大总管您放心 江湖上啊 有一规矩 人只办货 不问买主 再说了 咱们派去去杀安德心那俩人 根本就不知道是受谁之托 所以这点您尽管放心 我放什么心呢我 这回要是让那个安德心 抱 抱 大总管 说 安德心 此时正在和蓝贵人 在园中散步 这么晚了他们俩在园子里散步 这是违背公中禁令的呀 你看清楚了吗 千真万确大总管 本来呀我也不信 后来我亲自过去看了一眼 的的确确 是蓝贵人和安德心 在园子中散步 这么说他们就是狗急跳墙了 安德心这回遭暗算 凭他那机灵劲 他能够撂出来是我干的 可是他撂出来也没用了 期限就剩三个月了 这时候我要说他是热锅上的蚂蚁 一点都不为过 大总管 要么马上再去安排一批人 把安德心杀了给您出出去 起来吧 你们听好了啊 现在什么动静都不能有 咱就等三个月之后 到那时候大局已定甭我说话 太副爷就能把他们给拉出去 刺他们一死赏他们一白领子 到那时候咱们干什么你们知道 咱们干什么 咱们就得给他安排后事啊 听好了 你们俩寸步不离 给我盯着安德心兰贵人 有情况马上报告 喳 去吧 老七啊 陈在 我和皇上立的那个十线 就快到期了 咱们是不是应该 太副爷 您不用担心 我自有安排 只是不要太心急 如今刘府官复原职回了园 这皇上的举动 说明他心里有鬼 这是必然的 虽然现在 离兰贵人和太副爷 立约期限十日不多 但只要稳住正 最多不出一个月 立太子之事 就必然摆在皇上面前 到那个时候 他哑口无言 立太子顺理成章 只是 只是 只是慧亲王对吧 我听说他对这事有点犹豫 如今就连大学士 慕张阿这种外城 都表示同意立大阿哥皇太子 可偏偏慧亲王 前怕狼后怕 滴滴无辜 他心里有鬼 我早就知道 他一直想让他孙子 当大阿哥皇太子 只是碍于我的面子 他不敢说罢了 如今这么推三主四 很显然就是为了这件事 有空 你给他带句话 是 告诉他 甭管立谁家的孙子当太子 也轮不到他们家的孙子 太妃的话 微诚一定转告于他 找个机会 让他从那宗人府宗令的位置上 退下来得罚 太夫爷 用不着着急 等立了皇太子 什么事都好办了 对 立了皇太子 那皇上就靠边站了 以后朝经理的大事小事 就是你和皇太子说了算 未成不敢 启禀太夫爷 圆明园大总管刘胡求见 让他进来 奴太刘胡给太佛爷顺王爷请安 嗯 起来吧 谢太佛爷 也聊一聊正好 刘胡啊 奴太在 皇上已回园子几天了 南贵人有什么动静 回顺王爷 前几天园子里人说 南贵人跟安德心半夜里头 在园中漫步 可是就那么一回 后头就没什么了 哦 皇上天天叫晚早 上早朝 批乐奏折相安无事 也挺平静的 嗯 这水里的家子 表面上平静 那水底下跑得欢嘛 是 王爷说得对 前两天安德心老是出园子 往外走 不知道干什么去了 别提那个安德心 你只要一提那安德心 我就一脑门子气 这小子看样子 非要一条道走到黑了 你呀 给我盯住他们